SKY WATCH HOME CAM 2 眼前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叫SKY WATCH HOME CAM 2的CAM 其實就是一隻IP CAM來的 話說有一天就是我朋友告訴我 我入了一隻IP CAM有沒有興趣寫一下我 有什麼特色呢? 他就說這隻CAM最大的特色是 它可以支援雲編錄影 而且它的設立過程完全是不需要用電腦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IP CAM 就算我自己也好 其實IP CAM對我來說是一件很遙遠的東西 我會覺得IP CAM要駁線 要開電腦要上網入IP去設定的東西 我覺得很煩的 但是他就說這隻 原來可以直接用手機一個APP就設定好它 所以就借給我玩 還有它有一個7天的雲點錄影 即是你錄了之後可以放7天左右 即是循環的 到第8天就放第一天的東西 在第8天之前拿回來就可以保留了它 另外它也有支援到這個LINE OUT 可以駁扣喇叭 還有它是有一個MicroSD卡 即是你錄影的時候可以用卡直接儲存 嘩 直接就借一盒這麼大盒的東西給我 所以呢 這麼新 這麼完整的一盒東西 沒理由不開箱 雖然我不太喜歡開心文 我也是第一次開箱 所以 儘管開了它 一打開 啊 看看要撞什麼東西 還有這個 這個盒就先放一放 首先開一盒之後會見到有說明書 然後看到有火牛啊 線那些東西 什麼線來的呢 噢 電線 好 那 本體 SkyWash 的這隻Home Cam 2 那...對啦 就是這樣啦 它本身是一隻不可以遙控去轉的一隻Cam 那 只可以向SET UP 的時候 就可以向這裡轉360度 這裡也有一個波頭 所以只要你一個平面貼著它,基本上你可以任何方向都可以看到 即是這隻CAM,任何方向都可以看到 而且它本身也不算重,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它本身有螺絲,有質的東西,你上了上去之後,其實都很穩固 本體在這裡 另外再看的話,有一條領線,給你薄線用的 另外這一邊,就是房侯了 好,開箱完 現在就是setup的時候 首先當然要有它的app,沒有app當然是setup不到的 所以我已經下載了這個app,時間關係 首先第一件事,要register 首先register account 好,請下拉 基本上這些東西都是飛的了 好,下一部 輸入攝影機的MAC序號,這部機的背部有沒有呢? 看看先 是有的,當然我不會讓大家看到的 先轉開 好,然後呢,就會叫你setup無線網絡 設不setup好呢?我現在是波線的,因為這個安全起見 基本上已經是連接了去 我估計了,因為已經是找到它的MAC address 我估計了,因為已經是找到它的MAC address 接著才會生效 這個步驟就是確保部機 接著網絡 接著網絡 找到它 然後 設定好無線網絡之後 其實之後全部都可以經無線網絡做的了 所以 亦都可以很快地離開這個噁心的場景 好,現在就要進入一個新的帳戶 當然要進入一個新的帳戶 我的email address 就是 danny.mch.gmail.com 那有什麼事呢? 隨便找我,不要炸我就可以了 好,密碼當然不讓大家看 接著呢 當然是設定一個名字 現在的我當然是設定 Dcasecam Dcasecam 好 然後 時區方面 其實 GNT加08就可以了 更新這個設定之後 我估計如無意外 大概有可能就可以了 好,現在收信 然後開過帳戶 開過帳戶 好,現在是一個小型的 大小型的